花莲家福妈妈在日前以二手丹宁布料 制作成家具、生活饰品 以及壁画等艺术作品 6月份首次在吉安乡展出 得到乡亲热烈好评 并且获得花莲市公所的邀请 8号上午接续在花莲市浩克文化馆展出 透过家福布医师们的脑力激荡 这回创作200公分的座头巾 以及生活画的丹宁挂联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会馆参观 一走进展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支 全长超过200公分的大型座头巾 周边也用海马、海龟、海草等 有趣又可爱的拼布作品 营造海洋世界视觉 展现出悠有的美感 而整场另测则是营造出生活氛围 家福布医师发挥创意 运用单泥布拼贴 创作出布沙发、创意杯垫、植物盆栽 还有壁画、服饰等等 种类多元丰富 也缔造出二手布料的新生命 那从9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的牛仔裤的创作 其实那时候开始都是在启蒙阶段 那到108年呢 尤其是获得爱德恩的一个合作 我们就进行一个酷爱地球活动 从那时候我们大概拆解了将近800件的裤子 不断的去拆解重组 累积了我们大量对牛仔裤这个材质的熟悉 那到今年呢 就在施工所以及我们策展人的邀请之下 我们进行了这个单龄的一个部分的创作 那其实透过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有特别制作了符合花莲的这样子海洋生态的做头巾 那希望让我们所有来观赏的一个乡亲 我们的民众还有外地的游客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花莲有这么棒的一个自然资源 它是透过我们的展览可以呈现跟自然景观相呼应的 市长温家旋也鼓励家福中心可以往更高层次的地方来策展 让单龄布料的创作可以成为花莲地方特色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家福中心 长期来对于花莲弱势的关怀 那其实它有很多元的一个就业方案 跟生活辅助的方案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 然后在浩克艺术村也获得非常多民众的回响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花莲市的朋友一起分享 了解到家福中心在做什么 那他们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协助需要帮忙的朋友 那今天我们也把他邀请到我们花莲市的浩克会馆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我们非常多来协助的我们好多好朋友 那像我们记者公会的理事长 然后还有记者协会的理事长梁国隆梁理事长 跟我们家福中心的每一位的委员 辅助委员大力的协助之下 促成我们在花莲市的这个展 花莲家福妈妈的手作艺术及单龄植料应用展 即是起到8月7号 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展出 市长魏嘉贤邀请民众一起到现场 欣赏家福妈妈们展现出生命力和创造力 如果有喜欢的作品也欢迎点查 用行动来支持家福 让家福更有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解释的请华莲市报道